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 我是李华 纽约市的时报广场 有一群由真人扮演的卡通人物在当地活动 不过他们却为当地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引起市政府的关注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下面请看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来的报道 米尼老鼠 穿靴子的猫 这些都是儿童梦中最熟悉的面孔 在纽约时报广场上 你可以找到大多数你熟知的卡通人物 可是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吗 这张呢 拍这些照片是要花钱的 有时一张照片引来的麻烦太不值得 利姆汤普金斯是时报广场联盟的主席 首先它就像是複雾和笑话 我们说的複雾是不错的 但是複雾是不错的 什么都会发现是 有更多人都会出现 他们都会抑制人类的障碍 如果你是一种不担当女的 乱人或雾都会来 与你一顿不想招呼 或如果你是一生一母亲 那孩子会来 然后她们会安排一项 还会使用一项 你觉得它会有一项两项 然后在结果中 这些扮演卡通人物的表演者 拒絕接受記者採訪 但是有客證實 他們確實感受到要付錢的壓力 我當時就想知道 然後我想問 如果有些了 對方沒有問 不過 遊客很快會得到協助 紐約市議員安迪經提出議案 要求這些表演者 要佩戴工作證 並且接受監管 這名市議員說 紐約作為一個 每年接待5500多萬 遊客的旅遊城市 在讓遊客享受歡樂的同時 還必須保證他們的安全 記者舒斯曼 紐約報導 互聯網和快速發展的科技 正在迅速改變大眾接收新聞 和媒體報導新聞的方式 記者李艾琳現在就帶我們到 南加州大學新聞學院 看看他們如何培養下一代的記者 費斯米勒最初想要在大學學習新聞時 可沒有想到過這樣的情況 我們開始了解消息 我並不想到在學校 我會報道真實的故事 我並不想到 有多少工作進行 與他們的記者前輩不一樣 南加州大學安納堡新聞學院的學生們 學習使用各種媒介來傳播新聞 包括電視 廣播和網絡 新聞學院的主任 威洛貝說 這還不是全部 學生在這個全新的媒體上 媒體中心 未來的新聞編輯室學習 他們坐在一起 共同為電視 廣播和網站工作 他們也需要精通科技 這意味著他們同時學習基礎的 電腦程式語言 他們需要知道網絡的效果 能夠探討與它們合作 數碼新聞學教授 羅伯特·赫爾南德斯 展示了一些尖端的網絡工具 記者可以使用這些工具 用不同的方式探討 學生也可以選修一門試驗谷歌眼鏡的課程 這是一個與互聯網連接 錄製視頻和音頻的售備 威洛貝德曼是平面和數碼新聞專業的學生 我認為我們現在進入一個市場 如果你不擁有大量的技術 有一點的知識 你可能會找到工作 這麼做的目標 不僅僅是讓學生準備好 面對現實世界 也是為了讓他們精通技術 這樣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 他們也能迅速適應 但是媒體中心的執行主任 塞莉娜查說 未來的記者面對新技術 更要小心使用 在記者面對新技術中 我們必須要考慮 我們如何教學學生 使用工具的責任 記者李二林 洛神記報道 感謝您收看美國精製作的美國專訓 我是李易華 我們下次再見